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美南国际电视疫情追踪报道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今天我们将和各位观众一同来关注疫情之下 休斯敦 中国城 还有西南区的一些状况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 西南管理区区长李星天长 李江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美南新闻 驻大拉斯记者王小颖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美南新闻记者肖宇群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到在休斯顿市长特纳已经明确表示 休斯顿包括整个德州 目前的确诊人数的数量是大幅飙升 整个防疫系统可以说是已经完全失控了 而且西南区是一个重灾区 我们请西南区管理区的区长李星先生 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疫情之下 整个休斯顿中国城 包括西南区的整体状况 好 谢谢 我们都知道中国城的位置是 位于我们休斯顿的西南区 那整个西南区来讲 又是我们整个休斯顿 是人口最密集 而且人口最多元化的地区 那有将近两万六千个宅宅的单位 那其中呢 以这个西班牙裔的为主 那所以呢 在这个整个的数字来讲 西南区的这个新南区的这个疫情的这个显示呢 是比较严重的区 那当然我们也很注意这个事情 也尽量在跟我们市政府跟这个卫生局联络 那现在呢 我们也联合了这个国际管理区呢 因为我们两个呢 是就说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区域 包括了将近我们休斯顿四分之一的人口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当然主要是针对像公寓群呢 或者是人口比较密集的这个地区呢 来做一个防疫的工作 好的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 西南区 是西南区的这个区长 您作为西南区的区长 还有包括这个休斯顿国际区的区长 这个是美南报业集团的李渥华先生 那作为一个类的一个区呢 目前你们也正在采取一些相应的对应的措施 来帮助这些区里的商家 这个商业业主啊 来共渡难关 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你们这个提议的一些计划和措施呢 首先呢 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整个区域呢 尽量做一些消毒的工作 然后呢 目前来讲呢 这个防疫中心呢 所谓的Test Center 我们也在想办法跟市政府在邀请 说能不能够在我们这个区里边呢 做几个点 让更多的人可以做这个了解这个情况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我们 礼拜三有开会 我们也特别跟这个 我们休斯顿这个叫公寓协会 Apartment Association 那几乎80%的这个apartment的owner 都在这个协会里边 那我希望说你跟他们的合作呢 怎么样呢 多贴一点标语 多提示大家要戴口罩 要怎么样来防护 请洗手等等 这些卫生的这些教育 那希望呢 能够把这个疫情能够控制跟这个压低 那我们当然 我们在我们这区里边 有一个大的意愿叫Memorial Herman 他们呢 也在跟我们合作去做这些事情 好的 那目前来看呢 这个休斯顿的医院系统呢 也已经提出了一个警告 也就是说 这个医院的这种治疗的能力呢 也已经基本上 这个借鉴了一个饱和 那好 接下来先 首先请我们的这个 美南新闻记者向右群呢 也给我们再更新一下 这个休斯顿 今天的一些这个疫情状况 那休斯顿目前的状况呢 是就是市长也是在记者会说到 我们目前医院的 病床数已经有点出 先先告急的状态 那整个德州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呢 德州单日的新冠死亡人数 是首次突破100 达到了105人 那就是从疫情爆发至今 首次突破100的时候 所以代表说这个疫情 现在是持续的在加温之中 然后住院率也是连续10日 都呈现上升趋势 目前已经来到了将近16个percent 所以德州这边的疫情 我们可以说是特不容缓的 那州长艾伯特他也在今天呢 指出了叫延长这种灾难紧急状态 有边于目前这边的疫情 都还没有控制下来 然后并且没有说这个灾难状态 什么时候会解除 那除了疫情之外 最近还有大家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是 就是这几天天气都非常的热 那这样子炎热的天气状态呢 其实地上专家预估会持续至少10天以上 或是10天或是更多 特别是这阵子 几乎是不太会下雨的 所以大家除了防疫之外呢 别忘了要记得补水 然后除此之外 像是家里的草皮啊 可能也要记得 多多事先浇好一下水 那因为由于就是今天礼拜五的时候 天气特别的炎热 Paris County他们公共卫生部门已经指出了 所以在这种天气炎热的状况下 那些健康医护人 他们考虑到健康医护人的工作状态 他们就把周五这天的公众检测站的测试都暂停了 所以今天如果预约的领红 他们其实都可以把他们预约的那个码 拿到礼拜六 或是其他没有那么炎热的天气使用 但是目前这边公营检测站的状况是暂停的 那以上就是休斯坦当地目前的状况 好的 谢谢肖文学 我们现在是一方面是防疫 另一方面是这个关注治安的问题 随着这个疫情种族问题 这个前一段的这个种族问题的这个冲突 西南区的这个治安状况呢 也是令人担忧的 特别是外界不断提出 要这个抵护的警察提出这种做法 我想问一下李先生 那您对这个整个治安 休斯顿西南区治安 包括我们中国城的治安 都有哪一些这个考量和这个进一步的措施呢 我们都知道休斯顿的这个警察的这个人数啊 是比其他城市的这个比率是偏低的 因为休斯顿是全美第三大城市 以整个大都会来讲的话 700多万人口 但警察的数量呢是明显的这个不够 所以说这个警察 他们相当注重 就是说怎么样跟这个地区的这个 我们叫neighborhood policing 就是要跟这个社区来合作 尽量大家守望相助 大家彼此要提高警觉 那我们中国城的治安呢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派出所 但是派出所由于警察现在警力不足呢 他就暂时的这个关闭 那本来要永久关闭的 但是经过我们大力的这个争取 那他们现在决定呢 就是说会这个短暂的会开始开放 那这个呢 对中国城的治安是有帮助的 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利用 他在开放的时间呢 能够假如有需要的话呢 多利用跟这个警察多联络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由于这个学校 很多学校没有开门 所以有一些所谓的teenager 年轻的这些 这些小孩子们呢 有时候在家待不住呢 到外面呢 有时候呢就会做一些 犯法的事情 喜欢做一些恶作剧啊 打破玻璃啊等等 并没有造成财务的损失 但是造成商家的这些 这个不便 抓到以后呢 那检察官又因为他们年纪太轻 所以就不一定会判刑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呢 我觉得中国城的治安呢 归咎有三个原因 那我们需要呢把它加强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报案 有报案的话呢 警察局呢才会有这个记录 他们可以加派巡逻 假如说你不报案的话呢 他们就用来说没有事情 那第二报了案以后呢 当警察抓到这个 这个嫌犯的时候呢 你要出来作证 你要作证的话呢 他才能够去 把他们送到检察官去检举 假如说你不作证的话呢 那这个可以就消掉了 那这个 这个疑犯呢就逍遥法外了 那你作了证以后呢 要到法院去 这个做 这个做最后的这个审判 那你还是要跑一次 假如说你缺席的话呢 那这个犯人又会放掉了 所以说是整个程序呢 要大家一起从头做到尾了 才能够遏止这个将来的这个犯罪的发生 所以说有时候呢 不要嫌麻烦 这是我们的权利 也是我们的义务 那这个呢是可以帮助 这个治安的这个加强 当然我们管理区呢 我们也联合了这个国际管理区两个区呢 我们有一些 我们请了一些这个警卫 也请了这些 这个所谓的off duty 这些警察们呢 当他们下班的时候呢 我们也仍然请他们 来做这个治安的加强工作 所以大家一起来做 最主要是大家都要提高警觉 尤其从外周来的这些新的朋友呢 可能就说也要提高警觉 有时候你的荷包啊 或者重要的物件呢 就是平常要看管的好 免得是这些被这个小小呢 给趁机 就说抢到你的东西 还是要提高警觉了 对 您刚才这种提醒的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我们看到啊 这个中国城的一些抢劫啊 包括是一些砸车啊 都是反复是在不停不停的重复 是吧 简单的重复这样一个一个状况 我们之前也参加过 这个休斯顿的前任市长 艾迪斯巴克有一次记者会 他曾经也专门提到 中国城的治安问题 他就提到说 一定要报案 有很多中国人就是遇到问题以后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他可能就息事宁人 就把他就放弃 这个下面的这些 这些追踪的一些 这个这个保案啊 包括是出庭啊 这些程序啊 那所以说中国城的治安 可能需要大家更多人 去去大家共同来努力来改善 嗯 对 我想补充一点 我想补充一点 就说 比如说我们一个个案 就说 前阵子大概有十几个商家的窗户被打破了 那实际上来讲呢 发现是两兄弟犯的案 所以说这个冠案就说 你抓到一个嫌犯以后呢 可能这个罪案就停止了 因为是repeat 他一直在重复在做这案 所以说呢 报案跟抓到这些警匪呢 这些疑匪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 谢谢大家 好的 好的 那李冯先生我们也知道 你这个多年来一直从事这个 修士顿的这种治安 治理于这种工作 同时呢 也是对这个亚裔的这种不断的做一些义工啊 我们也看到在疫情期间 不少的这个亚裔组织啊 包括我们中国 这个很多的团体啊 都在疫情期间发起一些比较多的这种捐赠物资啊 或者说是这个做义工啊 那您作为这个修士顿的区长啊 这个西南区的区长 那个最近就是有没有一些计划 这个下一步进 就更进一步的去做一些这个相关的工作呢 我们在前两个月呢 当这个呃 我们德州跟休斯顿市刚刚呃 这个疫情他他在开放 就是很多餐厅呢 呃 跟这些呃 这个餐饮业的呃 重新开放的期间呢 我们的市长曾经要求 说希望呢 我们多多照顾本地的生意 所以说我们就发起个运动呢 就是由这个 主要是我们华裔的这些团体呢 呃 准备呢 就是说 而且我们做的是呃 要捐赠一万份餐 一万份餐呢 呃 是从我们本地的中餐馆 呃 跟他们来订这个食物 然后呢 送到给我们的一线的英雄 呃 这一线英雄是谁呢 就是像医院里面的护士啊 医生啊 医疗人员啊 呃 警察啊 消防人员啊 或者甚至呃 这个帮我们收垃圾的这些司机们呢 呃 开巴士的这些司机们等等 这些我们是一线英雄 然后呢 把这个热热热热腾的餐呢 送到他们的手上 那我们在这个七个礼拜呢 完成了这个呃 募款呢 呃 这个order餐呢 跟送这个呃 的食物的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这相当有意义的 然后呢 我们同时之间也对外呃呃 宣传说 我们亚裔 到底在疫情期间 我们是很慷慨的 跟很热心的 在帮助我们美国的 主要的大众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我们大概 由各个地方 在Houston区的话 大概捐赠了最少有300万的 物资 这个PPE 就是口罩 医护等等 这些设备 然后送餐等等 那我们不单是 这些统计数据 而且我们把这个结果 在各大媒体 包括将来美南新闻等等 Chronicle 主要就跟大家知道 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 表示我们 我们的亚裔 我们也是美国人 我们也同样的 关心美国社会 然后 请大家不要有这种反中的情绪 因为在美国的亚裔 实际上来讲 我们都是一样平等的 我们不赞成任何的 这种反种族的 这种情绪的蔓延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捐餐的 这些主要的目的 那这个市长Turner呢 他也很帮忙 很支持 他就做我们这个活动的 这个荣誉主席 那我也很荣幸 是做这个主席 那另外呢 就约了 差不多近100个义工 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呢 在过去7个礼拜呢 完成了我们的这个任务 已经把这1万份餐送出去了 那我们要看 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做做 多做一些防疫的工作 那刚刚 我听到记者报道呢 这天气很炎热 那实际上我们就应该尽量呢 少外出 少参加公众活动 尽量呢 在这个一起告练的时候呢 自己把自己先保护好 好的 您刚才提到了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组织的一些义工啊 去做一些送餐的活动 给第一线的 这种急需需要的这种 一线工作者吧 那同时你也让我想到 就是美南新闻 李贵华先生的 目前也正在 从另一个角度来积极的 就是做这个投票选举的工作 为未来今年11月份的 这个总统大选的做些准备 他也积极呼吁呢 大家都能积极投票 为社区发声 为我们亚裔发声 这样也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说 您这个两个区长啊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相得益当的 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 刚才呢 我们美南新闻记者 肖米群也介绍到 休斯敦目前的 疫情状况不容乐观 那接下来 有我们的美南新闻记者 达拉斯 达拉斯的记者王小盈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 达拉斯的 这个目前的疫情状况 嗯 新冠呢 不仅在人和人之间的 大意的这样的肆虐 动物呢 也开始出现了感染 那就是在今天导致 达拉斯 Morius呢 就报道了说 位于达拉斯的 一个宠物医院里面 就发现了 一个宠物狗狗 是新冠核酸检测 是呈阳性 那这个是德州的 首例感染的动物 那这个兽医说 这只两岁的宠物狗 身体状况 一直是很健康的 那先是 它的主人 确诊了 这个病毒 然后呢 这个四人的兽医 就开始给狗狗 进行了检测 那美国的农业部 兽医实验室呢 周一就收到了 检测的样本 第二天就确认 是的 狗狗也是 感染了新冠 不仅是在德州 自从新冠大爆发之后呢 多个国家也是出现了 动物感染新冠的病例 那在很多这个动物感染病例之后 出现之后呢 当然有很多主人就开始 宠物的主人就开始担心 如果宠物感染的病毒 自己是不是也会被传染这个病毒 那对此呢 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 就表示 一些动物感染的病毒之后呢 有可能会传染给人类 但是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根据目前的有限的信息 一般认为动物向人类传播 这个新冠的风险呢 是比较低的 但反过来 人们我们确实可以直接将 这个病毒传染给宠物 那确切的传播方式呢 至今还是对于这个新冠的病毒 确切的传播方式 我们现在还是没有得到 非常全面的确认 所以我们还是对它的恐慌的程度 比普通的病毒要高 但是很多人听到病毒 就是在动物身上 有这个传播的途径以后呢 大家都表示非常的担心 其实呢 根据报道也说 很多确切的动物 都是在接触了人类以后 才是得到感染的 所以我们 我想为了避免这种传播 我们只要保护好 其实动物之间 也是要有社交距离的 当然人类也要保护好它 以上就是我从达兰斯发回的报道 好 谢谢王小颖 刚才这个消息 也让大家非常震惊 因为在美国 许多家庭 可以说是大多数家庭 都有自己养的宠物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恐怕 这个牵扯面还是比较大的 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这个谈一下 因为我们也知道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特别是休斯顿中国城 我们也看到很多生意 是门前冷落 那作为中国人非常关心的一个市场 房地产市场 那我们想请李先生来说一下 您作为一个自身的broker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整个西南区中国城 或者包括休斯顿的整个地产的一些情况 可以 因为我在休斯顿 从事房地产行业已经30年 那这个呢 是我见过很多 所谓的这个景气跟这个不景气的这个情况 那这一次 疫情加上这个经济等等的这个冲击呢 那基本上呢 当然对房地产会有些影响 不过这影响面呢 目前还看不出来 也许这个交投量 你看六月份 那可能呢 因为这疫情的影响呢 就拖延了很多的这个过步的情况 但目前来讲呢 我只能说 休斯顿现在 由于他的人口的增加 他是变成一个大都会的一个情况 他的经济开始多元化 而且 大家也可以感觉得到 很多新的移民呢 都往我们以后审办 尤其是从东部来的 西岸也有 那这种情况呢 我只能说 在华人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讲呢 通常比主流的一面呢 就我过往今年 是要慢大概六个月到一年 所以说 当你觉得说 美国市场 开始走下坡的话呢 在华人的市场就未必 除非说你说 房屋的市场啊等等 但是呢 这个中国城的概念呢 已经不再局限于 我们西南区的中国城 你可以看到 现在有人在发展 在KT啊 在其他地方也开始 有类似这种 亚洲城啊 或者中国城的概念 那这个呢 就慢慢慢慢形成了 就跟我们西岸 跟这个东岸的发展趋势 是一样的 但是我认为 对零售业的这个冲击呢 还是蛮大的 因为尤其是餐馆业 跟这个 像这个服务业 像这个massage啊 像其他就是说 Neo Shop Peer Salon等等 甚至这个诊所 因为是人对人的这个接触 比较频繁 那这个呢 是冲击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们要 应该呢 就是要进一步的 我们要想一想 就是说将来的这个 这个模式 比如说 我们现在 我们信用管理区呢 在跟这个 亚商会合作 亚裔商会合作 怎么样呢 我们也许应该帮助 这些餐馆业呢 就是说走到2.0 怎么样在2.0呢 也许在网上订购 由这个 这个 这个叫 把这个餐送到家里面 那然后呢 造成就说 现在大家习惯 在慢慢改的过程呢 能够增加他们的一些 这个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这个 从这个 做餐饮界的朋友 也应该要 顺着这个潮流 因为我想 假如再过一个半年 大家都习惯 order餐 然后到送到家里面去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要 顺和这个潮流 所以这个东西 就要慢慢再看 那所以说投资 这个商业房地产的朋友们 也要看看说 这个将来这个趋势 这我觉得 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 那我想 房地产来讲呢 我对Huston 还是相当的乐观 毕竟 在德州来讲 Huston 达拉斯 跟Austin 这三个市场呢 是我们华人 比较熟悉 跟比较注重的市场 那每一个市场 都有它的独特性 但我认为呢 这个我们 华人一向都喜欢 做房地产投资 所以在华人 多的地方呢 我认为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市场呢 是会比较稳定一点的 所以以Huston 中国城来讲呢 我们的市场的价格 并没有掉 但是呢 当然 生意需要看长期的 在短期时间 大家尽量想办法 渡过这个难关 对 好的 那你刚才 您也讲到了 这个 您有三十年的 这种从业经验 也这个见识了 不少这种地产界的 这个起起伏伏 可以说是 那您 在您的印象中 除了这次疫情 之前包括2008年的 这种金融危机 这个再往前走 您觉得哪一次的 这个 这市场的波动 影响比较深刻呢 我最记得是 80年后期 这个石油价格 大家就记得 有危机 跌到大概 十几块一桶吧 那Huston人口呢 上市将近100万 那那个时候呢 四个危机 但是也是转机 那所以说 在每个市场里面呢 有很多人 在不好的市场 也赚了钱 有些人在好的市场 他也赔了钱 所以说 这个赚钱也赔钱呢 我觉得是要看 这个投资者的眼光 跟这个运气 那最主要呢 你还是要借助 这个一些 所谓的专家的 这个情况 当房地产在标的时候 就跟股票市场 标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 任何专家的意见 你只要跟着市场走 但在市场变化 有波动的时候呢 你就要多做一些 资料分析 多做一些 这个未来市场 所以你要多听 多看 然后呢 多跟这些 所谓的专家们 也多研究 然后呢 才能找到一个 比较你认为 合适的一个目标 但是就是说 在这个 在这不好的时机呢 可能是机会 最好的时候 那就要小心 大胆的去进行 你也就是提出来 就是在危机当中 也还是有机会的 是吧 还是有的 但是当然要小心一点 对 刚才你也提到 就是说过去 80年代的时候 这个石油 是基本上是 主宰了一个 休士顿的一个 主要的经济支柱 因为休士顿 作为一个能源制度 石油是一个 重要的指标 但是目前 这个休士顿 多元化的经济 已经起来了 那石油还 石油的价格 包括石油业的 这种动态 是不是还能够 作为一个 主要的参考 参考对象呢 对 我认为 当然是一个 重要的指标 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 我们Houston的 这个华裔人口 只不过三万多人 现在号称30万 所以人口 在有十倍的占价 那另外呢 这个石油 这个我们所谓 Houston是 能源制度 全世界能源制度 所以说 它不是光靠石油而已 所有很多 有关能源的 这个项目呢 都在Houston其中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Houston有 将近这个 就是说 仅次于联合国的 这个外国使节 住在Houston 因为能源 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 那这是一个 重要的指标 但是能源方面来讲 现在已经降到50%以下 所以我们还有靠 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 医疗 Medical Center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高科技等等 这个都是将来 会发展的指标 而且我们现在市长 也在推高科技 希望变成 类似像戏谷一样的 这个 一个地方 因为Houston毕竟有 人才 有地方 这是将来 我们正在推的 这个项目之一 好的 今天呢 我们是邀请到的是 秀士顿西南管理区的 区长李雄先生 还有美南新闻处 达拉斯记者 王小颖 美南新闻记者 小颖群 和我们一同 和观众朋友 一起探讨 秀士顿中国城 以及西南区的一些情况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戴军 谢谢